说说三倍角公式 三倍角公式主要有 sine3α 等于三倍的sineα 减去四倍的sineα的三次方 它还等于四倍的sineα 再乘上sine3分之π 加α 再乘上sine3分之π 减α 这个是sine3α 还有cos3α 等于负责三倍的cosα 加上四倍的cosα的三次方 它还等于四倍的cosα 乘上sine3分之π 加α 再乘上cos3分之π 减α 还有tend3α 等于三倍的tend3α 减去tend3α的三次方 再除以1减去三倍的tend3α的平方 它又等于tend3α 它又等于tend3α 加上2倍的tend3α 那就又等于sineα 乘上cos2倍的α 再加上cos2倍的α 乘上sine2倍的α 它就又等于tend3α 它就又等于sineα乘上 一减去2倍的sineα的平方 再加上cosα 再乘上2倍的sineα 再乘上cosα 再等于把这个括号打开 那就是sineα 减去2倍的sineα的三次方 再加上 这个就是2倍的sineα 再乘上cosα的平方 再等于前面抄下来 sineα 减去2倍的sineα的三次方 再加上2倍的sineα 再乘上括号 1减去sineα的平方 再等于sineα 减去2倍的sineα的三次方 再加上 把这括号去掉 就是2倍的sineα 减去2倍的sineα的三次方 再等于 合并同类像 那就是3倍的sineα 再减去4倍的sineα的三次方 这就退导出一个公式了 sine3α等于3倍的sineα 减去4倍的sineα的三次方 这个继继续往下等 这个又等于提出一个4次sineα 那就是4倍的sineα 再乘上括号 3分之3减去sineα的平方 再等于4倍的sineα 这个括号 这个括号里面又能变成4分之3就是2分之3的平方 再减去sineα的平方 括号 又等于4倍的sineα 这后面根据平方 这后面根据平方 根据公式展开 那就是括号2分之根号3加上sineα 再乘上括号2分之根号3减去sineα 再等于4倍的sine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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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也是sine3分之π 再减去sineα 再等于4倍的sineα 后面用合差化机公式 那就是乘上2倍的sine 括号2分之3分之π 加上α 括号 再乘上cosine2分之3分之π 减去α 括号 再乘上还是合差化机公式 2倍的sine 括号2分之3分之π 加α 括号 再乘上sine 括号2分之3分之π 减去α 括号 再等于 然后把这个调换一下位置 整理一下 那就是4倍的sineα 再乘上2倍的sine2分之3分之π 加α 再乘上cosine2分之3分之π 加α 再乘上2倍的sine2分之3分之π 减α 再乘上cosine2分之3分之π 减α 括号 再等于 这最后 这最后就等于 4倍的sine2分之π 再乘上sine2分之π 再乘上sine2分之π 加α 再乘上sine2分之π 减α 最后sine3分之π 还等于这个 再看cosine3分之π cosine3分之π cosine2分之π 再乘上sine2分之π 那就又等于cosine2分之π 乘上cosine2分之π 再减去sine2分之π 乘上sine2分之π 这个又等于cosine2分之π 2倍的cosine2分之π 的平方减去1分之π 再减去sine2分之π 再乘上2倍的sine2分之π 再乘上cosine2分之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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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又等于 把这个括号去掉 那就是2倍的cosine2分之π 那就是2倍的cosine2分之π 然后再减去 这个就是2倍的cosine2分之π 再乘上sine2分之π 再减去2倍的cosine2分之π 这个又等于超下来2倍的cosine2分之π 再减去 把这个括号去掉 2倍的cosine2分之π 再加上2倍的cosine2分之π 再等于合并同类下 这就是负的3倍的cosine2分之π 再加上4倍的cosine2分之π 这cosine3分之π 就等于负的3倍的cosine2分之π 再加上4倍的cosine2分之π 再加上4倍的cosine2分之π 这个继续往后写 就等于提出一个4倍的cosine2分之π 那就是4倍的cosine2分之π 再乘上括号cosine2分之p 再加上4倍的cosine2分之π 再加上4倍的cosine2分之ρ 再加上乘上н항core cosine2分之π 这4分之3就是2分之3分之π 这个就又等于 4倍的cosα再乘上cosα的平方再减去 2分之更好3就是cos6π了 那这就是cos6π的平方括号 那这个又等于4倍的cosα再乘上括号 cosα加上cos6π再乘上括号cosα再减去cos6π 这个又等于4倍的cosα还是核差化机公式 那就乘上2倍的cos2分之α加上6π再乘上cos2分之α减去6π再乘上 这个是-2倍的sine括号2分之α加上6π再乘上sine2分之α减去6π 括号括号再等于4倍的cosα 把后面整理一下 把后面整理一下 这就是括号-2倍的sine括号2分之α减6分之π括号 再乘上cos2分之α减6分之π括号 再乘上cos2分之π再乘上是4倍的cosα再乘上括号-sine2分之π 再乘上Sine alpha加6分之派 再等于4倍的cosine alpha 再乘上 这负的Sine alpha减6分之派 就是Sine6分之派-alpha 后面还是Sine alpha加6分之派 再等于4倍的cosine alpha再乘上 Sine6分之派-alpha 就是cosine2分之派-alpha 再乘上 Sine alpha加6分之派 就等于cosine2分之派-alpha加6分之派 最后就等于4倍的cosine alpha再乘上 cosine3分之派加alpha 再乘上cosine3分之派-alpha 所以cosine3 alpha又等于4倍的cosine alpha 乘上cosine3分之派加alpha 再乘上cosine3分之派-alpha 再乘上cosine3分之派-alpha 再看tan data3倍的alpha 再等于 再等于 把这个tan data2 alpha打开 那就是tan data alpha 再加上 2倍的tan data alpha 除以1减去tan data alpha的平方 下面是1减去tan data alpha 再乘上2倍的tan data alpha 再除以1减去tan data alpha的平方 再等于 给这式子上下同时乘上1减去tan data alpha的平方 那就是tan data alpha乘上括号 1减去tan data alpha的平方括号 再加上2倍的tan data alpha 下面就是1减去tan data alpha的平方 再减去2倍的tan data alpha的平方 再等于 把这括号去掉 那就是tan data alpha 再减去tan data alpha的三次方 再加上2倍的tan data alpha 这下面就是1减去3倍的tan data alpha的平方 再等于 把这整理一下 那就是3倍的tan data alpha减去tan data alpha的三次方 下面是1减去3倍的tan data alpha的平方 所以tan data alpha 就等于后面这个分式 还有啊 这个tan data 3 alpha 它又等于sine 3 alpha 比上cosine 3 alpha 再等于 把这sine 3 alpha cosine 3 alpha打开 那就是4倍的sine alpha 再乘上sine 3分之π加 alpha 再乘上sine 括号 3分之π加 alpha 下面是4倍的cosine alpha 乘上cosine 3分之π加 alpha 再乘上cosine 3分之π加 alpha 再乘上cosine 3分之π加 alpha 乘上tendeta 3分之π加 alpha 再乘上tendeta 3分之π加 alpha 括号 所以tendeta 3 alpha 又等于后面这个东西 3倍角公式就说完了 谢谢